Hello大家好 我先来介绍一下这幅画 这幅画它是我这一次画展主题的海报 那我记得 它原本其实是一张照片 然后大概是我十年前拍的 就是那个时候我高三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是礼拜天 就我下午要去补物理 那中午我在家里吃饭 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就是春光特别明媚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感觉阳光洒进来我们家的客厅 感觉就非常的温暖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我们家两只狗狗球球跟皮皮 他们两个趴在我们家客厅的地毯上 好像在睡觉或在休息 然后那个阳光啊就撒在他们两个的毛上 就泛的金光 然后那一刻就觉得非常的宁静祥和 所以我就快去找了我的相机 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智慧型手机 就找了相机 然后就跑他们两个面前这样趴在他们两个的面前 然后就帮他们两个拍了一张 然后后来我考上大学之后呢 就有比较充裕的时间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设了一个主题要画画 那时候想说要画很多很多的狗狗 那其中一个呢 我就挑了这张照片 就我非常喜欢了 因为觉得他们两个趴在地毯上面休息 然后非常的可爱 然后也非常的温暖这样子 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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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